但这番话说完 脸微微占红 拿卷帕捂着嘴 转头一阵咳嗽 显然是被气得不轻 圆脸丫鬟连忙端茶水 又端树鱼 又拿金帕 忙得是脚步粘地 惊吓瞧着丫鬟暗叹 她不过是咳几声 就得忙活成这样 当丫鬟真是不易 杨月看着摘蓝叶 若风拂柳般的身子 随着咳声轻颤 大为心疼 一时间 不知自己身在何处 经不住开口道 姑娘千万别误会 我们不是那意思 陆依侧头挑眉看的 重重地咳了一声 杨月愣了愣 这才回过神 意识到自己眼下是个仆役 说这话实在是越鱼了 忙停了口低唇下头 此时陆依方才道 姑娘说得极是 是阎月莽撞了 因此番来扬州办此案 几日来秒无头绪 甚是烦恼 今日范州 原想是散散心 不想又得罪了姑娘 阎月这香给姑娘赔个不适 说这边起身 朝宅兰叶拱手作依 大人使不得 兰叶扶勃 如何受得起 宅兰叶蒙上前 说话间 她的手已经托住 陆依的手 触手处温润细腻 陆依斯飞飞一睁 低手望去 意识到自己此举不妥 宅兰叶面颊 飞起红蕴 忙就要抽回手 却被她反掌 牢牢握住 姑娘可是原谅我了 陆依拉着她的手 不松手 注视着她柔声道 果然是风月老手啊 高庆心中佩服 淫贼 尖血心中不齿 禽兽 杨月心中恼怒 摘蓝叶轻轻挣扎 含羞待怯地 滴滴道 蓝叶怎敢 大人言重了 有人看着呢 大人快莫如此 陆依这才送了她的手 转过头来吩咐道 你们都退出去吧 回船上候着 果然是淫贼板色 美色当前 其余珠是尽被抛到 九霄云外 她大概也混不济的 此行原是为了长安 静下撇撇嘴 懒带看这种风流运势 拽上杨月 就回船上去了 外间的鱼 已渐渐歇了 她一头钻进舱里 随手到了茶 偏见桌上的 一叠子玫瑰酥饼 便顺手拿来了吃 高庆先连进来 见她正吃着欢 正眉盯了片刻 省不住地说 你怎么能吃呢 我饿了呀 今夏理所当然 这是给陆大人用的 今夏一手拿着酥饼 一手接着酥饼的碎屑 朝楼船方向 挪了挪嘴 不屑地说 算了吧 宅姑娘生得 那般羞涩可餐 陆大人每人在怀 哪里还会想吃这些东西 我不吃 就白糟蹋了 要不要来一块 高庆自然摇头 今夏不再理她 朝外扬声唤 大扬 大扬 叫了两声 没有人回应 她争了争 方才明明是和杨月 一块回船来的 怎得她不进来呢 也不应声 摸摸嘴边的饼屑 她狐疑地起身 先连出去 见杨月 尼苏木雕般 坐在船弦上 身上衣袍 被湖风吹得 萨萨作响 大扬 你怎的啦 她俯声诧异地 瞧着她 杨月不吭声 看了看她 扶低下头 去看湖水 此时楼船上 传来琴声 杨月仿佛被什么物件 猛击了一下 迅速抬头 看向楼船 今下细揪她神情 片刻之后恍然大悟 大扬 你不会是看上 翟姑娘了吧 杨月颇愁苦地 将她忘了一眼 声不吭声 眉头皱成个铁疙瘩了 真的看上她了 今下颇同情地 看着她 烦恼地说 唉 你这事可不太好办 这事又岂止是不太好办啊 简直就是没指望的事 札兰叶看不看得上杨月且另说 想娶她 最起码就得要有两千两银子 就算天上白掉下银子来 还有杨成万 她绝对不会容许杨月 娶个杨州寿马进家门的 你不是说 想找个温柔贤惠 还得能干活的吗 今下干脆 把整盘酥饼都端出来 又拿了顶斗笠盖她头上 自己也坐在她旁边 陪她闲聊片 怎的见了她 就连魂都没了 杨月长长地叹了口气说 唉 以前不懂 到今日风才明白 是 什么什么 今下听不懂她在说什么 我原先不懂 见着她之前 想那人应该是那般模样 那般性情 见着她之后才明白 之前种种想透 竟是可笑 什么模样性情 是她这个人 才是最要紧的 今下听得糊里糊涂 至少弄明白一件事 杨月见到宅兰也不对 一盏茶功夫 却是彻底地为她神魂颠倒了 楼船上琴声响了一阵子 又静静了一阵子 有琴声的时候杨月愁苦 没琴声的时候杨月更愁苦 今下在旁看着她 着实可怜 估摸着过了半个时辰 予以见歇 陆毅方才自楼船返回来 看似心情颇好 瞧见今下把盘子里的酥饼 吃了大半盘 也没说什么 只叫他们都进舱来 两船渐渐分开 杨月不舍地看着楼船驶离 方才慢吞吞地进舱 陆毅撩跑坐下 见人都进来了便说 都说说吧 在这位宅姑娘身上 可发现了什么线索 高庆愣了愣 她在船上不过才 带半盏茶的功夫 不曾谈问 不曾四处查看 实在谈不上有何线索 再说 陆毅对宅兰业颇有重意 犹豫片刻才说 大人恕嘴 悲着我有发现 从言谈举止来看 这位宅姑娘 似乎对休克还之时 并不知情 陆毅点了点头 目光转向 今夏和杨月 你们呢 杨月摇摇头 眼下她连话都不想说 今夏好意提醒她 大人 您跟她在一起 待了快半个时辰了 要说线索 您应该比我们知道得多 所以 陆毅挑眉说 你线下是要我 向你禀报吗 卑职不敢 陆毅微眯起眼睛 示意她耐心有限 今夏只得慢吞吞地说 线索不多 仅能看出宅姑娘 颇为念旧 但丫鬟也是甚好 她所住之处 距离码头很近 应该就靠在湖边 近日里 她曾冒雨 偷偷出去过 还受了点风寒 还有 受奴婢直言 宅姑娘多半是受人牵制 不得不对 达官显贵 取义逢迎 她对大人 应该是另有所图 陆毅到位着脑 淡淡地说 此话怎讲 她的养家不缺银子 缺咬她 带病游湖 不是对大人 另有所图又是什么呢 今夏访问 高兴哼了一声 不过是偶感风寒 算不得什么大事 今夏撇她 偶感风寒 对玄长人来说 自然不算什么 但她先添心脉有损 这风寒对她而言 可就受罪得很呢 她先添心脉有损 你怎么知道 高庆不起 她每一下咳嗽 都牵动心脉 与寻常风寒咳嗽不同 难道也看不出来吗 那她所住之处 距离码头很近 如何看出来 高庆又问 我真羡慕你 老子不用想太多 只要会行讯就行 今夏嘀咕了两句 才接着说 翟姑娘的鞋袜很干净 而她丫鬟的鞋上 却有拟点 所以 她们上船前是坐轿子 若是距离远的话 她们会乘坐马车 翟姑娘的鞋帮上 有五六道划痕 显而是丫鬟在刮除 大量拟点时候 粗心大意所致 对于她这样 娇娇弱弱的姑娘 这样大量的拟点 只有在阴雨天出门 才可能沾染上 她没坐轿也没乘车 所以 她是悄悄出门的 高庆愣了好半赏 才说 娶她要花两千两银子 这明显是养家 想用她捞银子 你怎说养家不缺银子呢 今夏无奈地说 哥哥 楼上光是那 挂红色珠帘 就不止两千两银子 更莫说她所谈的骨钱了 高庆说不出话来了 只得做出了了解的模样 点了点头 陆一面上看不出任何情绪 手指轻轻敲戒了几下 圈椅扶手 开口说 那么 你以为她对我有何企图 今夏怂怂间 这就不好说了 她的养家是支付的小舅子 在扬州的地价上 她应该过得够安逸了 当然您是经理来的 又投了个好胎 没准她想往京城里头钻钻 陆一看向高庆 去查查这个小舅子 她何年收养宅姑娘 宅姑娘的亲生父母是谁 她接触过哪些人 还有连同她名下地产都查明白 非知明白 船缓缓驶在归程中 杨月依旧没有什么精神 今夏在旁步时试着逗她说话 可惜始终不得其法 得说上十句 她顶多恩恩两声 过了一会儿 眼看船就要靠岸 她叹了口气 拍拍她的肩膀说 哎 你这个样子 头儿见了肯定要起一心的 你好歹也装个样子 精神着点 杨月听吧 拿手将脸一阵猛搓 力道颇大 把圆球粗糙的面皮 整个都搓红了 唉 不想了 想又有什么用 她狠狠地说 口中虽说着不想 但没遇见死死地打着铁疙瘩 可见她是口不对心 今夏不好说破 只顺着她说 就是就是 还是想想正经事吧 咱们待会儿吃什么 头儿过两天就得伤筋动骨 是不是先给她补补啊 我这里银子虽不够 不过咱们可以到城外林子里 打个野鸡野鸭什么的 运气好 没准能打着野兔 川徐徐靠岸 路易也未再有其他吩咐 一行人静止回了官邑 杨月向杨成万禀了船上之时 杨成万是何等样人 杨月每次说到 宅姑娘三个字时 不经意流露出的意一样 又怎么瞒得过她的眼睛 你这神不守舍的样子 莫不是因为那女子的缘故 他望着杨月淡淡地问 杨月愣神 未料到这么快就被弟弟看穿了 一时不知该如何应答 今下赶忙插口 桃儿 你是没瞧见 那宅姑娘生得是真真好看 大阳也就是多看了她两眼而已 那位陆大人 瞧得瞧得眼都直了 说不了两句话就去摸她的手 甚至是个色中恶鬼 小儿 真的 你没瞧她日里装得是道貌岸然 见着上官姐姐就要关起门来说话 说了还不到半炷香的功夫 我们听见里头动静 一进去您猜怎么着 她的手都摸到上官姐姐的腰上了 简直就是个急色鬼 她在里头说得热闹 却不知窗外头正立着陆一 她原始有时要吩咐 不想听见这一处 当下脸色微沉 也不禁去训斥她 反倒转身走了 今下只听 外头有脚步声行过 像是官邑中的杂役 也未多想 过了半盏茶的功夫 高庆过来 把今下交出来问 陆大人有话本 今儿租船共是二两银子 加上船上的茶水点心 就算三千银子吧 她已暂时替你们垫覆着 为你们打算合适还钱了 今下立在当地 整个人从头到脚石化掉 毫半上才回过神 小声问 这这这这船 不是陆大人自己要租的吗 怎的线下要我们付钱啊 周可不知道 我只是替大人来问话 别的事倒罢了 独独这银子一事 愁杀人呢 光租条船就花掉 二两三钱 这不是个小数目 找刘大人抱账都难开口 她焦虑地原地转了转 觉得这事有点冤 决定找路易 说道说道 门虚掩着 她犹豫了片刻 没敢推门 而是规规矩矩地立在门外 规规矩矩地敲门 规规矩矩地说话 陆大人 卑职有事想禀报 不知您可否方便 进来不 李托淡淡地说 接下用手揉揉塞帮子 活动活动下巴 接着猛地扯出一个 殷勤如春花的笑脸 迈不走进去 李托 陆易已换了身家常衣袍 半旧的月白直身 用青丝掏送送地接着 正立于书案前 低手看着什么 陆大人 惊吓试探地问 等等 陆易连眼都为抬一下 专心致致地盯着岸上 惊吓只得收了口 乖乖地等着 屋内静悄悄地 仅能听见陆易的手指 在纸张上磨缩声 他寻声细看 他真看得似是一幅地图 街道交错纵横 应该是某个城镇地图才对 等了好半晌 也不见陆易抬眼 今下干站着 倒是不觉得腿酸 就是脸上堆着的笑 着实有点撑不住了 足足过了一盏茶的功夫 陆易这才抬起头 瞥了他一眼 今下忙以笑脸对上 有何事 他腹低下头 理了李衣秀 四不经意地问 陆大人 方才高庆 来问我租船的 二两三千银子 何时还 我想租乡船 是大人的主意 怎么会要我们还银子呢 肯定是他听差了 今下笑眯眯地说 都一抬眼 看着他平静地说 他没听错 那这个 今下的笑脸垮下了一半 另一半仍顽强地坚持着 大人 这不太合适吧 怎的不合适 都一字说完后转出来 是你来选我借银子 说想租条船查案的吧 是 没错啊 可我没说要租相船 相船这么贵 刘大人那里我不好报账啊 今下勉强陪着笑脸 其实论理儿呢 相船是您租的 宅姑娘想见的也是您 这船资是不是 他话未说完就被路易打断 论理 来将能办此案 我是协办 租船也好 见宅姑娘也好 都是协助你们六十按门办案 线下船你也坐了 宅姑娘你也见了 案子线索你得了 糕点你吃了有大板 船资却要我偷 哪里有这样的道理 这一下 今下的脸彻底垮了下来 我就吃了几块而已 六一望着他 慢条思理地说 做人要厚道 到底是谁不厚道了 今下平日里也算是 伶牙俐齿 可就是偏偏输不过他 抽出片刻 也想不出什么法子 垂头丧气地朝外头走 前脚才迈出门槛 后脚还未跟上 又听见路易在身后说 以后没旁人在世 你最好莫踏进我这屋子 这世上嚼舌根的小人 并是避不开的 路某虽无清语 但还想守着几分清白 这话有点眉头眉脑 他愣了愣 迟疑转头问道 小蛇根的小人 今日我为了协助你们朝安 不得不应酬宅姑娘 不想却有一根小人 在背地里说我什么 什么色中恶鬼 路易掌过身 连看都不看他 今下总算明白 这事的缘故了 仔细回想那只窗 卖有脚步声 自己不曾理会 想来正是路易在窗外 那些话全叫他听了去 当下再懊恼自己 口媚遮拦 一时来不及了 他想来想去 也没想个好法子 只得老老实实地说 大人 我错了 我是为了给大阳解围 一时情急 才说那些口媚遮拦的话 您大人有大量 饶了我这次 我下次再不敢了 口媚遮拦 路易略略挑眉 这时候 今下反应快起来 不不不 那些话简直是 黑白颠倒 是非不分 丧心变黄 大人 您就饶了我这次吧 路易仍不理会的 手指色不经意地 拂过房中的 船接十字 栏杆价格 自言自语道 还有点灰 今下微微一睁 随即盲接口 我来我来我来 我来帮您打扫 不妥宝 妥当妥当 上大人住得舒服 本就是 卑职应该做的事 他殷勤地说 优优独领